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各位Herbalife的同学们,大家早晨 又回到我们营养教室的时间 我是今天的营养师Lala 在冬天的时候,通常大家在寒流的时候 都会容易手脚冰冰,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其实有一班人,就是无论何时何地 因为手脚都很容易冰冰的 办公室的冷气开得更厉害,手脚会冰冰冰 就算是夏天,手脚会冰冰冰 为什么总是手脚会冰冰冰的呢?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怎样可以改善呢? 就是我们今天上课会提到的内容 我是Lala营养师 也可以叫我欧阳嘉梅营养师 我目前是台湾和香港的 Herbalife的特约营养讲师 同时也在台湾的一些学校、医院、健身中心、 癌症基金会等等 做营养教育相关的工作 为什么手脚会冰冷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通常手会冰冰冰,脚都会冰冰冰 为什么呢? 这些我们称之为末梢的神经 或者末梢的位置 通常血液比较慢才到达 或者比较容易血液循环差 所以手脚会冰冰冰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血液循环不良 血液呢? 其实当它可以供应到适量的氧气 以及供应到氧分给我们的细胞的时候 才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 这些地方 手脚这些地方 可以制造到这个热量 如果血液循环不良的时候 当然这些身体比较外围的器官 就容易温度比较低了 那当天太冷的时候 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手脚的血液循环 或者呢 如果有长期吸烟的状况 也会影响血液循环 烟中的尼古丁 是会令到微血管收缩的 所以长期吸烟 也会影响到我们手脚的血液循环 另外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有高血脂、高血压等等的状况 本身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差些 或者心脏呢 它帮血液的能力比较差些 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周边的地方的血液循环 另外糖尿病患者 血糖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也会影响到 会影响到血管的功能 会令到血管比较容易硬化 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差 所以其实有三高的问题 基本上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差些 另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一个很经常会看到的原因 特别是女性 会看到的原因就是贫血 贫血的话 我们血液循环带氧气的能力比较差 当我们身体的细胞缺氧的时候 或者氧气比较少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制造能量 如果能量制造比较差些的时候 也都所谓的代謝比较差些的时候 比较难去产热 所以就会更加容易有手脚冰冰 或者面青口唇白 这些状况发生 另外就是甲状线功能 可以使用比较低下的人 也会比较容易有制造 热量比较慢的情形 所以有甲状线功能低下的人 通常都会容易手脚冰冰 会发生冷汗 这些情况发生 所以这三个就是主要的 使我们手脚容易冰冷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不良 什么是血液循环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其实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 负责我们血液运送到身上各个地方 那血液为什么要运送到身上各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要输送养分 养气和二氧化碳 给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 包括我们手部的细胞 包括我们脚部的细胞 当然我们身体如果是 比较血液 比较少流通的地方 或者是 氧气比较缺乏的地方的话 就会容易温度比较低 就会容易感觉到手脚冰冷 其实手动脚动 比较容易会出现 女性的状况比较多 的确女性比较男性更容易 有手脚冰冷的情形 是研究有发现的 女性就是 体温是会比较低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刺激素是会影响到体温的调节 会令到女性的制造热的调节 是会比较男性来得低一点的 所以女性的确是比较容易受到手脚冰冷 另外就是 肌肉呢 是我们身体制造热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男性的肌肉组织 相对女性来说 当然是会比较高的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男性通常来说 肌肉量比较高 肌肉产热的能力也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 相对于男性来说 女性的肌肉量比较少的时候 体温也会比较低的 另外呢 女性通常 代謝会比较慢的 其实跟肌肉量也是有关系的 当女性整体的代謝是比较慢的时候 产生的热量比较少 亦会更加容易有手脚冰冷的情形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很多女性经常会手脚冰冷呢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也有可能是 譬如我们有月经周期 会有血液会流失的情形 铁质可能也会比较少 容易有贫血的情形 亦是其中一个女性比男性更加容易 手脚冰冷的原因 如果要有手脚冰冷的情形的话 可以如何去改善呢 生活习惯上 其实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去促进我们血液循环 比如浸浸浸浴 浸浴浸浴浸浴浴浸浴浸浴浓浸浴浴可以 bum 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就更加好 但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本身都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有高血压的情形 本身就有血管比較堵塞的情形 有高血脂等等的情形的話 就會建議不要全身浸浴 因為當我們身體浸浴的時候 平溫突然之間的升高 是會很容易令我們的血管收縮和膨脹的速度太快 當我們浸浴到很熱的時候 突然之間起床 血壓突然之間收縮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引發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如果本身有心血管的狀況的話 建議只浸手和腳就好了 不要全身浸浴太高溫的浸浴 另外規律的活動和運動 對血液循環來說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如果本身就有受的冰冷 或者循環比較差的情形 建議就是規律這樣運動 一天最好就是有30分鐘的運動時間 如果就算沒有運動 平時在辦公室 辦公或者坐在電腦前面 一坐就坐三四個小時的話 會建議中間 最好就是每坐30分鐘就出來走動5分鐘 和休息眼睛的時間是一樣的 每坐30分鐘建議就是休息一下眼睛 休息一下身體 起床活動一下 走動5分鐘去廁所 可以幫助到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 和改善手腳冰冷 因為肌肉就是我們製造熱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我們增加肌肉量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改善手腳冰冷的情形 可以配合飲食和運動 去幫助自己增肌減脂 所以飲食上 也有些改善手腳冰冷的營養素 會針對剛剛提到的手腳冰冷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肌肉量比較少 或者有肥胖的情形 增肌減脂 幫助我們增肌減脂的營養素 包括蛋白質 和纖維 可以幫助我們增加飽足感 另外如果平時油脂吃得比較多的時候 也會建議可以補充飲食上面 在用正餐之前可以補充甲殼素 幫助我們減少飲食上面的脂肪的攝取 另外如果要促進血液循環 有兩個營養素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精安酸和Omega3 都可以很有效地幫助血液循環 另外如果進行貧血的話 貧血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有遺傳性的 亦都有缺帖的情形 而造成的貧血 又或者長期塑食造成的貧血 所以補充維他命和礦物質 可以幫助我們做血功能的形成 可以改善貧血的情況 如果今天我们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 譬如红肉食的比较少 又或者是围存性的 就是比较容易有缺铁性贫血的话 我们饮食上面要补充的就是铁质 铜 铜是可以帮助铁吸收的 维他命C也是 维他命C可以帮助铁吸收 所以维他命C、铁和铜 就是可以帮助缺铁性贫血的 如果是 饮食上面 因为素食的关系而造成贫血的话 就是要补充B12 因为B12通常会是 肉类里面有的 所以有一些长期素食者 就会容易缺乏B12 最好就是在一些 营养品上面可以补充B12 叶酸也可以帮助血球 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 叶酸也需要补充 还有维他命E 其实也可以补充 维他命E 是帮助细胞 红血球的细胞 细胞膜的完整性 所以这些综合的维他命和确物质 都需要补充 如果是甲状线低下的情形的话 要适量地补充 矿物质 典 典 典这种矿物质 通常就会在一些 海草 海带 紫菜 里面含有这个典的物质 这边括号 特别是强调适量 是因为当典吸收得过量 你摄取得过量的时候 也会引发甲状线低下 更加严重的情形 所以这个确物质 任何一种确物质和维他命都是 适量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这几件事情 也有去做到的 以及我刚才提到的生活习惯上面 运动 规律的运动 或者定期的手脚的浸浴 都可以补充 可以帮助我们手脚 冰冷的情形的改善 我们一一来看看 这些营养素 可以在我们HERPOLIFE 的哪些营养成分里面 可以找到呢 增肌银脂上面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蓝色 我们的营养蛋白素 或者是我们的精选配方的营养蛋白素 都可以的 我们的营养蛋白素 其实它已经可以 概括了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营养素 包括蛋白素 纤维 维他命和抗物质都有 一份营养蛋白素 其实就已经有9克的蛋白素 和3.5克的纤维 奶素的素食者 都可以食用的 本身有大豆蛋白的蛋白素来源 以及19种的维他命和抗物质 基本上是刚才提到的维他命和抗物质都有 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植物性的营养素 譬如姜根 藍莓 石榴 都可以补充 还有每一份的热量是非常之低 所以很适合正在增肌减脂的人士去使用 每一份只有85卡路里 很多口味可以搭配 如果是冬天的时候 我会比较喜欢喝一些 譬如朱古力味 或者是薄荷朱古力味 这些口味 看看自己如何搭配 如果到了夏天 我就会比较喜欢 生果味 例如士多啤梨 或者是芒果味 或者最近有芒果的季节 直接拌一些新鲜芒果 和奶色一起搅拌 就会非常之好吃 你也可以把生果切成一粒一粒 然后放在冰格 或者一些冷冻的士多啤梨 或者冷藏的蓝莓 放在冰格之后 再打在奶色里面 就会变成冰沙的口感 非常之好吃 看看自己如何搭配 还有我们的营养蛋白素精选配方 是供给纯素食者的 即是连蛋和奶都没有吃的人士 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精选配方 它的配方其实非常之好 蛋白质和纤维量更加高 蛋白质有到10克 纤维量有到6克 它是综合了不同的植物蛋白质 去提供一个完整的氨基酸 譬如有湾斗 它是类米和大米蛋白 它们各自就像 组合了一个下高植物 就是将原本各自 未完整的氨基酸 当它们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提供完整的氨基酸 给我们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的需要 它本身也有19种维他命和矿物质 特别是素食者容易缺乏的B12 也可以在我们的精算配方中找到 它本身跟我们的营养蛋白素一样 是低升糖指数的 适合大豆、牛奶、枯质过敏的人 又或者是纯素食者 其实都可以使用我们的精算配方 如果每天起床 你一大早起床的时候 需要有一份健康的早餐 也希望可以帮助自己增肌减脂 非常推荐大家早上起床的三杯水 第一杯水就是芦苇汁 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健康 重点就是奶饰 除了可以用我们的配方 又或者我们原本的营养蛋白素 还可以再加上我们的蛋白质粉 和纤维粉 可以增加蛋白质的量 和因为纤维而提升的饱足感 喝完奶饰之后 还可以补充我们的草盆茶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代謝 所以整个组合可以帮助我们整体的增肌减脂的效能 以及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謝 说完这个补充营养之外 其实我们增肌减脂面临更大的挑战 就是因为外食很容易油、盐、糖 吃得比较多 而且容易肚饿 容易口含想吃东西 放入油、盐、糖 和减少肚饿感 我们就可以用甲殻纤维素 甲殻纤维素 另外我们的烧脂片 里面有甲质的成分和植物的精华 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吃得太重口味 而不含脂 摄取得太多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排纳 如果是淀粉 或者是 含糖饮料的忠实粉丝的话 可以用我们的尾纤维素 可以阻隔糖分的吸收 如果是经常口含的话 就建议随身携带我们的抗脂片 它本身就是膳食纤维素 一旦口含的时候 吃一粒抗脂片 或者在正餐之前 吃抗脂片可以帮助减少肌饿感 也是对于我们增肌减脂来说 非常好用的四个减肥必备的产品 增肌减脂的部分说完了 肌肉量增加之后 当然我们同时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血液循环有两大成分 就是蒸安酸和Omega3 蒸安酸本身就是帮助我们的血管可以扩张 帮助我们制造一个人体必需的物质 叫做一氧化淡 就是蒸安酸制造了一氧化淡 一氧化淡令到我们的血管比较放松 而血流可以比较通胀 而我们的夜灵酸 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成分 就是我们的蒸安酸 还有有瓜安酸 也是可以帮助一氧化淡的生成 我们的夜灵酸和Omega3系列 都是由Dr.Louis Nero 诺贝尔医学长得主 和康布内的营养资讯委员会的成员 去研发和推荐 另外我们的夜灵酸里面 也有柠檬香蜂草的精华 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压力和入睡的 本身它是无糖的 虽然喝下去甜甜的 但是其实它本身无糖 热量非常低 无色素 有天然的柠檬味 非常之适合 是可以在睡前 又或者是在温冬前也很适合 又或者你只要手脚冰冷的时候 就可以喝一杯 夜灵酸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另外我们的黑心海鱼油 也是非常推荐的 一样是由 諾贝尔医学长得主 德特劉伊斯·尼瑞去研发推荐 那它本身是高纯度的乳油 38-42% TG 形态的Omega3 TG 形态的Omega3 所以,市面上还有很多种,EE形态或者RTG形态的话 吸收率是会比较差一点的 吸收得最好的就是我们用的TG形态的Omega3 对人体来说吸收率是会最高的 本身我们的心口如油就是来自于北大西洋的小型鱼 通过严格的重金属检测,所以可以很安心地使用的 另外,我们的心海鱼油就算咬爆它,也不会有恐怖的鱼腥味 本身它是有添加射香草丁香和薄荷油的精华 所以,吃下去是有香草的味道 所以,也是我们非常受欢迎的一款鱼油 我们康宝类的系列,其实促进血液循环还有另外更多的 例如我们的鱼蝦油,又或者是我们的香草片 其实也是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的 另外,如果希望保养心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话 鎂支布也非常之好 它里面包括了曼月鎂,蓝鎂等等的三种鎂果的精华 是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的弹性和循环 亦都是大量的研究发现 酶果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也是非常之有帮助 所以,如果希望血液循环健康的话 除了我们的夜灵鱼身和心海鱼油之外 我们的南极鱼蝦油,香蒜片和梅芝堡 都是非常之推荐给大家的 另外,最后就是如果有贫血的情形 又或者是有甲状腺低下的话 想补充综合的维他命和抗物质 除了有我们的蓝色之外 还有我们的多种维他命 亦都是非常之推荐,非常之方便的 它本身就有22种的维他命和抗物质 刚才提到的 帮助改善、贫血和甲状腺 所需要的这个点的物质 亦都含有在我们的多种维他命中的 它不是一粒,一天只吃一粒 有一些维他命是一天只吃一粒 然后有超大粒,很难吞那种 其实没有那么推荐的 因为我们人体去吸收维他命 它并不是说 你同一个时间一分钟之内 吃完一天所需要的维他命 它就可以全部百分之百吸收的 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以钙质来说 我们同一时间 其实是只能够 最大量的只能吸收到 500毫克 所以如果你今天吃了一天所需要的 1000毫克的钙质 其实人体是没有办法 直接去吸收这1000毫克的 只能吸收到500毫克 其他的维他命和确物质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 一次过吸收到人体 一天所需要的维他命和确物质 所以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 就是每天三次,每次一片 就是模拟我们饮食的习惯 把我们需要的维他命和确物质 分三餐饭后食用 其实吸收率是会更加好的 无论是对于我们肌膚来说 又或者是对于我们循环来说 其实这些维他命和确物质 都是必须的 它本身是不好吃的 有一些维他命是做到加糖 做到好像糖 其实也不是说我们身体很必须的物质 这些糖 所以本身我们的多重维他命 就是没有添加糖的 香料色素都没有 可以很安心 没有负担使用 也很方便地随身攜帶 只要是三餐饭后 其实都可以使用 今天就提到很多 帮助我们手脚改善冰冷 所需要的维他命相关的产品 希望今天的课程可以帮助大家 特别是广大的女性 如果有手脚冰冷的情形 可以在生活习惯上 和饮食习惯上 做更多的努力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的课程再见 拜拜